家裡沒有站在客廳看電視 看到一半 愛兒生肌突然踢到我臉上 她就開始伸手去摸我的身體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 我們今天的嘉賓主持有Dora Hello 大家好 很開心來到這裡 Dora Dora 親戚之間有沒有兒媽姑 背份相差很遠 但是年紀跟你很接近 有 我隨便問問是甚麼 應該有的 我沒有 我的背份是很整齊 不會被靠近 這次這件事 就跟這種錯開了的 同輩的親戚 錯開了的背份 有些家庭矛盾 關係 還是一些感情瓜葛 來這裡打電話 當然是有些感情瓜葛 不是金錢瓜葛 金錢瓜葛都要牽涉感情 我們找Lulu出來說 Lulu Lulu在這裡 Lulu 你好 你好 你的故事是怎樣的 我這件事基本上沒有人知道 我都不說清楚 我怕我的朋友知道 先說說我的背景 我整個家族都是從內地下來的 我很小時候跟家人下來香港 但我媽媽那時候就沒有去香港 我跟我的大家姐來到香港 我的大家姐 她大我很多 大我二十幾年 所以我大家姐對我來說 就好像一個媽媽那樣 就是這樣 是的 她讀書就很聰明 從小時候開始 我有些什麼不懂 除了我大家知道之外 我的兒子都會教我高課 我就一直很順霸我這個兒子 雖然我們讀不同的學校 但因為年紀很接近 所以我們都會經常出去一起玩 譬如說我們會一起去看電影 我在香港的朋友雖然不多 但我都見過不同的人 我知道我這個兒子的人特別好 她不單止有學識 還是有很多才華 還有她那份人很斯文 雖然我自己小時候都沒有想清楚 不過其實我現在想回頭 其實我應該是有點喜歡她 到了我前排 有一天我記得我和我兒子剛好都放假 我們兩個在家裡 當時家裡沒有其他人 只有我和我兒子 我和她們兩個在客廳看電池 我們那個梳法前面是有個擦機仔的 有時候沒有其他人在 我們就會把腳放在擦機上面 那次我就玩東西 我就把我的腳放在我兒子的腳上面 有時候我們都會這樣的 通常她都會這樣踢開我的腳 但是那一次她居然沒有縮起腳 沒有把我的腳踢走 她反而是拿著手去踢我的肩膀 繼續這樣看電視 然後我又有些觸電的感覺 我的頭就很自然地 就靠了在梳化那裡 有一點點靠了在她的手臂 但是她都沒有推開我 我們就一直在看電視 看到一半 我兒子突然塞在我的臉上 我就被她嚇倒了 我就不懂得移動 我就由得她繼續疼我 我不知道怎樣反應 你好像石頭僵硬了 還是你的嘴唇有回應 她是兩樣東西 我是沒有反抗 但我也不懂得移動 她就開始伸手去摸我的身體 但是當下你的內心是開心 享受還是其實你不想發生這種事 當然想發生 但是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 會這樣就很突然 之後過了幾分鐘之後 我就開始冷靜了 意識到真的發生 你要等幾分鐘 你不知道那些時刻 幾分鐘發生很多事 對 她進展到什麼階段 才冷靜下來 幾分鐘可能已經一絲不掛了 我想問清楚 為什麼你 可能我太緊張了 擺明了 我知道 當然比我也是 你是不是第一個男生 你的第一個男生 是啊 怪不得了 但是我想問清楚 雖然我知道一點不知道一點 我也想問清楚 你是想的 但是為什麼你又不能夠很享受下去 去繼續 而是呆了 是僵硬了 為什麼呢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呢 不是 我們有繼續的之後 也有繼續的 我們之後有繼續的 只是頭幾秒嚇到而已 是 因為我一想到她是我的兒生仔 就是自己之前都會幻想 但是你想想真的發生 還有那個對象是你的兒生仔 然後我很害怕被我的大姐姐知道了 還有我那一刻是想 萬一真的跟大家說 那我要怎麼開聲歌呢 那你們真的亂問一下 就是呆了呆之後 我還是繼續的 你思考完都是去問 是 思考不了那麼多東西 如果她只有幾分鐘 大哥要講人生 我怎麼跟大家姐交代 沒有可能的 那一刻可能閃過很多念碼 閃過很多東西 我也明白 這都是呆了一會 然後我兒生仔就繼續這樣搞 那大家就繼續這樣搞下去 就是發生了關係 噢 這樣就是第一次發生了 之後你們覺得很尷尬 很懊悔 很開心 還是怎樣呢 呃 那次完了之後 其實我是緊尊尷尬的心情 所以那時候我們發生了之後 我們有說過 我問她現在怎樣 就是怎樣 我們什麼關係啊 然後我兒生仔都說 她說不知道啊 即是沒有想過的 是啊 即是先不要讓其他人知道 然後呢 而且在家裡都是 我有點尷尬 但我不知道我兒生仔怎麼想 但在家裡她對我 好像跟之前一樣 但她對我笑多了 我認識你們是住在一起的 即是我知道她對著我 她是她大家姐 就是身口臭帶 你想想她賴料都幫她換床單 我以為她們兩個 即是會聚在一起 不是住在一起 似乎是住在一起 所以其實 其實這些叫做 很尷尬 朝見晚見年 是 這些叫做青梅竹馬 差不多是青梅或子弟的關係 所以都是難搞的 對她來說 她不懂 即是本身第一個男生 我想你小時候也不懂得怎樣處理得很好 應該會很慌 很慌張 特別是家長回家的時候 你到底怎樣表現到 好像沒有事情發生 是呀 唉 有些經驗 是 這些不要說 那我就好奇了 我真的很好奇 Lulu你們 即是你們之後是怎樣 是呀 怎樣發展 有沒有談過 然後你們怎樣假裝到若無其事 那你這樣打得上來 我猜你應該有故事 不是只有一次 還是你只是發生一次 你暫時跟她在這方面 其實暫時發生了一次 噢 即是時候你們可能都很害怕 但是我又沒有後悔 我跟我兒生仔 其實之後我也有跟她聊過 現在是否叫做兒生仔 很奇怪 跟她有聊過 我們現在怎樣 因為我跟她說過 我很怕牽涉到一些 有些倫理想 即是有些亂倫的一些問題 我跟她說過 如果真的跟她媽媽 即是跟大家說整件事 那她們會不會不肯接受呢 嗯 接著 是的 但我們得出來的結論 都是不知道怎樣算好 所以我先打出來 看看大家有什麼看法 因為大家是對對方都有感情 但是 就是又隔著一層關係 但是我們兩個都不知道應該要怎樣解決 你不要口口聲聲說 大家對對方有感情 現在我只聽到你對她有感情 那她是否真的喜歡你 還是她一時衝動 我覺得很大分別 這條茅理有機會 只不過你踏腳上來我 你這樣肌膚之親 對我造成刺激 然後我就踏肩膀 試探一下你 咦 你又瘦 還捱下來 即是我今晚可以享用一餐 有機會是這樣想的 是呀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確定她 真的對你 浪有情妾有意 這件事我又沒想過 果然是青春笑額 十下十下小妹妹 什麼都未搞清楚 但是 有時都會有些曖昧的感覺 那不代表我真的喜歡你 用什麼意 曖昧不用錢 對不對 這麼快手 這麼快腳 這麼近 不如搞清楚她是否真心 這個我覺得是首要 她不是真心 你後面的故事 你都不用擔心 不用說 不用打給我 那次抹了 在我記憶裡面 抹了就算了 還有你打得上來 其實你都想跟她有發展 你不是想這樣 然後隱瞞下去 是吧 你都是想其實問我們 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跟家人坦白 讓你們兩個可以以情侶的身份繼續下去 有道理 所以其實你剛才問那個問題 並不是你真心的問題 我是不是應該跟她繼續下去 你根本就是想繼續下去 但是不知道如何繼續下去 這個首要問題搞清楚 然後第二個問題 我又要問Dora 假設真的 如果狼無情妾有意 這條線就收得了 收得皮 但是如果真的狼有情妾有意 男生是有意思的 嗯 你知不知遲 我覺得 我自己是接受不了 跟親戚有這一輪關係的 但是我覺得 既然他們兩情相遇 都不發生 都發生了 不如攤開 如果大家真的對大家有意思 冷靜一點 坐著跟雙方家人聊天 你們現在叫他們斬斷 年輕人都不行 你行不行 你想一下 如果我是年輕人 我是這個主角 我當然覺得很辛苦 我當然是哭苦哭乏 所以世界上有個故事 叫羅馬奧玉珠麗孽 所以不可能的 你叫他現在斬斷 怎樣也做不到 年輕人怎樣也會 跌過一次才開心 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也被人斬過 但是這件事是很 很震撼 難的 你想真一點 明白 但是我為什麼會叫他討論一下 是因為我聽到他說 他跟家人的關係不錯 證明他們的關係 應該可以談談心事一點 我覺得既然關係不錯 可以嘗試談談 所以可以試 可以容易開口 不知道是否容易開口 我也不懂 我沒有開過口說這種話 但是格局來說 是很難的 我知道 他這個不是遠房親戚 剛才為什麼覺得這麼難 我站在Lulu的媽媽那裡留 我的女兒 和我的外孫 很難接受 老人家 即是媽媽都有差不多年紀 一定 一定要考慮老人家的身體 我們說的東西未必是全部是對的 最後你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這次特別一點 因為你的情況 算我直接說 你不成熟的 雖然你說二十多歲 我不知道你二十多歲 但是你還未成熟 因為你還是認識第一個男子 比我或者很多人 和一個異性相處 所謂青門竹馬相處 很容易都會產生這種情感 不論他是我表哥表妹 唐哥堂妹 還是沒有血緣關係的鄰居 其實未必是愛情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因為一個你自己的錯覺 或者一次電光火石 你剛才所說是觸電 搭著你肩膀觸電 而搞這麼多戴頭髮出來 就不是很划算的 所以我建議你搞清楚 你和他是不是真的 愛情的感覺 所以我建議你好不好 冷靜一點 如果真是真愛的話 應該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你們都相處了20年 其實很多人初戀 我不知道你待會再問你的初戀 你的初戀一定是很深刻的 什麼什麼的 但很多時候我們大過了就知道 其實那時候初戀很少疑科 很幼稚 是的 不成熟 還有有時候是 可能見到阿森咪朋友拍拖 自己又想拍 不一定是真的喜歡那個人 是的 其實你過了十年八年 你知道自己有多幼稚 我不是說你今天 一定是做一個幼稚的動作 但我肯定你今天有機會是有事 那這個你要考慮一下 好嗎 因為你背後要犧牲的東西太多 如果你是同學 我覺得成本就很低了 你就試吧 拍完不成分手 是的 最多 Hanky常常說 我退一萬步 騙你豬仔騙完 最多都是豬仔 是的 傷心過就算了 但是這個是會破壞到家庭 是的 不是漫畫裡面那麼浪漫 你猜是黃飛鴻和十三一嗎 大哥 不是那麼簡單 好嗎 希望你想清楚找到一個好的出路 有什麼進展你再WhatsApp告訴我們 好嗎 好 謝謝你的故事 謝謝 拜拜 拜拜 如果你是她呢 其實我真的 我接受不了 你跟她的年紀還差很遠 我不知道她是二十多 二十頭跟二十比差很遠 就是成熟程度 是的 你二十頭就會覺得愛情大過天 我覺得如果二十頭 她一定會覺得 我現在很喜歡這個男生 我怎樣都想跟她一起 或者怎樣都想偷偷摸摸 但是你到二十五六二十七八 就會想多一些好多東西 都是的 是的 以前我小時候中學的時候 都會是這樣想 尤其是Lulu她現在第一個男朋友 她真的什麼都不認識 我覺得真的要想多幾個想 如果大家姐不夠開明 都很麻煩的 好像我引狼入室 我真是 很不好意思 深刻在供養著你 就是我幫我媽媽照著女兒 結果我兒子弄了別人的女兒 是的 是個妹妹來的 是我妹妹 是的 是的 真的 這陣子的關係 很複雜 但是這樣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家長 或者年長一點的 背份的朋友 在看這個節目 又返回這麼說 有時候大家都年輕過 大家都年輕過 不要說到只是年輕人 才是這麼不濟的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體諒一下 那些年輕人 有時候她不想 其實你想一下 大家青梅竹馬這樣長大 有感情其實是很正常的 嗯 你對她很冷血的莫不關心 才令人害怕 其實她們做一些人性的事 有什麼值得所謂的 覺得害羞 覺得慚愧 或者覺得很收嫁 沒有的 我覺得應該積極一點 你怎樣去教這個小朋友 其實是要學到他們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對的話 你用道理來說服我 不要一來就罵先 其實是應該要跟他們溝通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還有他們到底是什麼心態 我作為家長 不要經常做一些 我經常說不要做一些最容易的事 棒打鴛鴦我和你 不用用腦袋都做到 拆開你們兩個 就什麼事都沒有 你怎樣教才是 祝福她們 希望無論她們最後有沒有一起都好 希望我們過得開心 是的 我們今集很感謝Dora 和我們來做嘉賓主持 Dora這麼可愛的女士 當然大家想知道多些關於她的事 我們將會上載一個嘉賓專訪 如果大家想看嘉賓專訪 馬上看完這條片之後 去找回Dora Dora 沒有記錯嗎 那就去找回她的嘉賓專訪 如果真的找不到不要緊 因為過了幾天可能我們收了 放回去會員專區 加入我們會員之後 就可以看到Dora和其他嘉賓主持的專訪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以上的影片是經過三展的 如果大家想看竹本版 就快點加入會員 加入了會員之後 就可以有一個解鎖 就可以進入我們的TGVO 有超過一千位的會員 在一面一起聊天 很多分享故事的當事人都在TGVO 現在立刻就在下面 訂閱 還有 加入 就可以成為會員了 我期待大家的加入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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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